国际最新消息带您来关心 在英国西北部利物浦一间附用医院外面 当地时间周日惊传汽车爆炸事件 至少造成一人死亡 而警方目前已经逮捕三名男子 观众朋友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警方在医院外现场拉起封锁线 而这起爆炸事件造成车上一名男性乘客当场死亡 司机受伤送医治疗 警方稍早也宣布逮捕了三名男性嫌犯 并且表示爆炸的汽车是一辆计程车 爆炸发生前才刚在医院停妥 将调查事件是不是和恐怖攻击有关